中医 中医源自于对人的关怀 不管是繁华的都市里 或是静谧的巷弄中 只要有人的地方 就有中医 原朝的朱丹熙 是中医资因派的创始人 他倡导扬长有余 阴长不足的学说 影响后代许多医者 此外 朱丹熙也是养生高手 尤其在饮食调养上 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他提倡如弹养生 认为饮食得当 对健康的注意非常大 今天的节目 要带您认识 金元寺大家之一的朱丹熙 以及他的著作 我是中医师陈寅安 中医其实很简单 邀请你跟我一起 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 来走进中医 认识中医 朱丹熙 名正亨 因氏居丹熙 后人尊称其为丹熙 朱丹熙自幼聪颖 并且勤奋好学 由于朱母患有脾胃病 看了许多医生都没笑 为了医治她 朱丹熙奋发学医 历经五年 不但治好了母亲的顾忌 更让她决定 从此契入从医 朱丹熙生活的年代 医界流行一本方书 叫《合计渠方》 许多医者盲目仿照书里的内容 以心热燥烈的药物来治病 但朱丹熙生活在元代南方 天气较为炎热 温补的方式会导致上火 反而容易伤阴 病当然怎么也治不好 因此朱丹熙提出 阳肠有余 阴肠不足的理论 主张以滋阴降火 来达到阴阳平衡 朱丹熙的著作甚多 包括了《丹熙心法》 《革制舆论》 及《局方发挥》等 朱丹熙跟刘和坚 张从政 李东元并称为金元四大家 但由于他出生最晚 对其他三家的学术思想 潜心研究 因此也成为 金元医学的极大成者 朱丹熙是金元四大家之一 他所提出的滋阴养阴的方法 不但为后世的一家所用 连现代的民众都知道 滋阴降火是很重要的 可见他的学说 非常的受到后人的重视 我们终于认为 要讲求阴阳平衡 而朱丹熙觉得 随着我们的年纪增长 阴影会渐渐的衰退 因此会产生一些衰老的症状 像是健康问题 皮肤变干 体力变差等等 台湾的气候非常的湿热 跟朱丹熙所提出的理论 生活环境是很类似的 而现代的人工作压力大 又常常熬夜 因此特别容易产生上火的现象 所以我认为 朱丹熙提倡的滋阴的方法 特别适合台湾的民众 朱丹熙是滋阴的代表 而她也是养生的高手 中医有一句话说 年过四十 阴气自半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人的年纪渐渐衰退 阴也会跟着减少 所以朱丹熙所提倡的养生方法 特别适合中年以上 尤其是老年人特别的实用 大姐 蔡大哥 好久不见 你们在聊天 我跟几个朋友在聊天 大家都说年纪大了 精神越来越差 精神越来越差 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们中医的想法会觉得说 年纪大了 气色会开始变差 那体力会变差 这是因为我们中医都会讲阴阳 那这个阴会随着我们的年纪 渐渐的衰退 所以你就会觉得 突然没有像以前一样 动一下就很容易疲倦 因为阴是我们人体活动 所需要的基本物质 当它变少以后 我们就会很容易觉得疲劳 小医师 你说了这 我都听不懂 好 那我举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我打个比方 中医都讲说我们人体有阴有阳 我们的人体好像一个锅子 那里面装着水 那下面有瓦斯炉开火 然后在这边滚 那这样才能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运作 刚刚讲说这个阴不够 就是说这个锅子里面的水 已经渐渐的消失了 所以水变少 那下面的瓦斯炉的火 还是一样在烧 所以这样就很容易产生干烧的状况 就很容易战火 产生阴虚或是阴虚火旺的现象 这样大家应该比较好理解了 那我怎么知道我自己是阴虚或阴虚火旺吗 阴虚跟阴虚火旺 阿姨 你的手 我看一下 你常常会觉得说手心热热的 对 嘴巴会干干的 好 我们大家想说我们人体的这个阴虚 只是单纯的水分不够 那我们的可能黏膜 眼睛 嘴巴都会觉得容易干 那如果已经到阴虚火旺 已经到上火了 就表示说手心容易热 然后容易热在上面容易心烦 那有的人甚至会出现说喉咙很干 或是喉咙痛的现象 产生阴虚是不是要帮身体补水呢 阿姨这个比喻很好 就是我们阴虚就是帮身体填阴 那最有效的方式就是 从我们平常吃的食物来补充 那哪些东西食物可以自阴的 平常在煮菜的时候 哪些东西可以来帮我们自阴 那我们大概分成三类的食物 第一个就是说黑色的东西 因为黑色的东西可以入肾 那我们补肾可以补到我们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讲那个富含水分的东西 水分可以解渴也可以填阴 那另外就是含有胶质类的东西 对我们的身体是很有帮忙的 好 陈医师 那我经常吃黑色的东西 这样有效果的那种 刚刚讲黑色的食物 黑豆也是其中一个 除了黑豆之外 像是黑色的香菇 黑木耳或是海带 这些东西也可以补肾滋阴这样子 黑豆水分可以吃水分吗 可以可以水分 还有像我们讲常吃的甘蔗 这些都可以解渴 那我们另外有一些滋阴润的食物 像是蜂蜜 百合 莲藕 这些也都可以多吃可以解渴 那那些有胶质的食物是哪一些 胶质的食物像我们在切菜的时候 像是山药 秋葵 这些有黏液的东西 我们把它煮熟了 来吃可以补充我们的胶质 那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像是我们常吃的甜品 像是艾玉 仙草 珊瑚草 这些都对身体很有帮助 那这样大家都了解了吗 了解了 这么欢迎 那大家回去煮菜的时候 就可以加入这些东西 那就可以帮助我们 恢复一下体力 好 谢谢陈医师 谢谢 精 气 血 是维持生命活力的基本物质 中医认为气属羊 而精及血属阴 精是生命的基础 先天之精是父母所给予的 先天之精如果不够 体质会比较差 容易生病 气虽然是无形的 却是生命的能量 是构成人体活动的动力 血负责营养及滋养全身 血液充盈才能滋养脏腑 人体才能健康 朱丹西提出人体 阴长不足 阳长有余的论点 并且在此基础上 确立了滋阴降火的原则 滋阴降火它是中医的一个概念 朱丹西的养生原则大概是 以第一个就是滋阴降火 那第二个就是所谓的饮食简单 那饮食简单 其实就是把食物吃进去肚子就好了 那我们可以尽量避免一些刺激性的东西 比如说辣椒 胡椒 盐 糖 油 这些所谓的刺激品 因为越简单 我们身体的负担就会越轻松 那再来就是说要常运动 动才能让我们身体的关节 气血能够畅旺 我们人就是动物 人活着就要动 越动气血就会越畅旺 关节就会越舒缓 所以我们只要活得健康 就一定要多动 除了滋阴论之外 六欲学说也是另一个 朱丹西最主要的血术思想 其中又以气欲最为重要 六欲指的是所谓的 气 血 痰 火 施 食 这六欲 欲就是所谓的主字 循环变得不好 就是所谓的欲 那刚刚提的那六欲里面 气血特别重要 我们常身体讲的 胃肉不顺 气不顺 你会觉得容易累 身体会这边痛那边痛 那血欲的话 就会造成身体一些循环不好 比较严重的像中风 心肌梗塞 这些疾病相对就会容易出现 那包括了像刚刚讲的食欲 比如说肠胃道消化就变得不好 在朱丹西留下的明方中 也以治疗六欲之症的月菊丸 最为出名 月菊丸这个东西呢 可以改善我们的肠胃的消化 那肠胃的消化一变好之后呢 我们吃进去的营养能够充满到全身 那自然我们的肠胃道功能 各个脏腑的功能都因为这样而改善 所以改善六欲 就是把欲的结打开 身体自然就会顺畅这样子 朱丹西所留下的方济当中 除了月菊丸之外 虎钱丸也是相当有名的方子 是很常应用治疗在退化性关节炎上面 退化性关节炎属于中医避震的范畴 它是指外血由风寒湿热入侵我们的经络关节 组织了气血的运行 因此导致局部的气质血淤 所以病患会产生疼痛僵硬等等不适的症状 中西医在联手治疗退化性关节炎上各有所长 如果能够截取两者擅长的部分 能够为病患不适的程度减到最轻 平时喜欢到处跑的詹女士 最近开始感觉膝盖卡卡的 活动起来不再像之前那么灵活 那我们脚伸直来 好 我带你刺这个会痛吗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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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重重的 我们先来去照X光好不好 好 退化性关节炎 耗发于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随着年龄增高 盛行率也会跟着变高 师姐 你的X光回来了 我刚刚看了一下你这个X光 其实还算不错 虽然有一点关节的磨损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就是 初期的关节炎 不要太紧张 好不好 那其实这种初期的关节 我们就先吃点消炎 吃痛药就可以了 医生 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呢 这个病其实跟你的年纪 比较有关系 目前你大概六十出头岁 那大部分大概就是这个时候 开始关节的软骨 退化得比较厉害 那它会导致这周围 关节的这个退化 尤其是肌腱 肌肉 韧带 这个都会影响到 可不可以跟那个中医 针灸 还是说治疗 当然可以 现在我们是强调 中西医合并的方法 我的建议是我们急性期的时候 先看西医 好 因为急性期的时候 发炎会比较厉害 那么后期就由这个中医来介入 退化性关节炎属于中医的避震 成因较为复杂 通常经由辩证论治 可以得到不错的疗效 退化性关节炎在中西医的概念 都是一样的 它都是人体退化的一个表现 那中医认为退化性关节炎 它是肾虚的一种表现 就是我们身体的骨质 骨本一直在流失 那加上每天还要负重这个身体 所以它的关节的骨密度 会流失越来越多 然后跟而退化下去 就产生退化性关节炎的 一个症状的表现 那因为退化性关节 它主要的病因是肾虚为主 那我们会利用一些中药 来把它的肾气补强 是补肾的一种 然后我们中药里面 有很多增加骨本的中药 它可以让骨质的强度更强 那再来是靠针灸 舒缓退化性关节炎 导致的一些不舒服 利用针灸 让血液循环变好 气血顺畅 然后可以改善疼痛这种概念 在治疗退化性关节炎上 中西医各有优势 因此 越来越多病患被西医确诊 为退化性关节炎之后 也会选择搭配中医治疗 来缓解不适 以中西医合制的方式 达到最理想的治疗效果 就看起来膝盖有点轻微的便携 那待会儿我们帮你用针灸 帮你针附近的几个穴道 它会让局部气血循环变好 然后会缓解你的疼痛 那针的时候会有点点不舒服 稍微忍耐一下 好 忍耐一下 好 这很快 辛苦了 忍耐一下 好 感觉酸酸麻麻的 这个是针灸它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所以没有关系 不要太紧张 这三针 那有什么效果 这个穴叫鹤顶穴 它可以改善膝盖的强度 那这个穴跟等一下要针的 这个叫肚皮穴 我们也叫吸眼 它可以改善这个膝盖附近的血液循环 那重点是它有止痛的效果 那等一下这个阴灵犬 跟等一下要针这个阳灵犬 这两个就刚好改善 这边局部经络的一个气血循环 所以这五针我们叫吸五针 它可以让你肌肉疼痛感 会下降很多 那我们继续来帮你针 接下来这两针 好 稍微忍耐一下 好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谢谢 中心一联手拯救退化性关节炎 让膝盖 让膝盖不再疼痛难耐 活动也就能更轻松自如 朱丹西的民方虎前丸 具有滋阴降火补肝肾的功效 因此在临床上被广泛的运用 它可以用来治疗 退化性关节炎 骨质疏松 眩晕 头晕耳鸣等等 而今天的药草小学堂 我们将就要为大家介绍 虎前丸当中的一味药 枝木 从前有个很懂药草的老婆婆 因为孤苦伶仃 因此想找个善良的人 来传授本事 有个富家公子把老婆婆接到家里 老婆婆却一直没提传药之事 某天她故意问起 老婆婆却说 等上几年再说吧 公子气的把她赶了出门 没多久 有个商人又把老婆婆接回家中 商人心里盘算的是 靠卖药材赚大钱 她招待了老婆婆一个月 老婆婆还是不谈传药之事 于是商人也把她给赶了出门 最后她被一个侨夫收留 并且带她如亲娘一样 几年后 老婆婆要侨夫带她上山 指引侨夫找到一种药草 她说 这种药草能治肺热咳嗽 身须发烧之类的病 你知道为何我现在才教你这药吗 侨夫想了想说 您是怕居心不良的人 拿草药去发财 想找个老实的人吧 老婆婆点了点头说 你真懂得娘的心思 这种药还没命名 就叫她织母吧 织母是百合科植物 主要产于河北 山西及东北等地 织母入药的部位是根莖 通常在春秋二季采蛙 我们织母采收起来 要食用之前 有毛毛的样子 很多人就叫它毛织母 因为有毛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用晒干 然后把它的毛去掉 然后因为这是原来的样子 那要用的时候很多 就会变成这个样子 有切片 因为它切片之后 可以增加它的一个接触面积 所以药材的味道 比较容易释放出来 中药行常见的织母 有三种品项 植物织母的根莖 从地下挖出来后 除去须根及泥沙 晒干后就成为毛织母 因此毛织母的外皮完整 并带有绒毛 若是去皮晒干 就成为织母肉 也就是一般所指的织母 光织母 织母如果再经过炮制 就成为盐织母 毛织母跟织母肉的杏味相近 都是能泄肺热 滋阴润 而盐织母则是多了滋润阳阴的功能 其实织母有些作用不一样 所以它有些会用盐水下去浸泡 所以叫盐织母 它盐织母就是入胜肋脏的一个作用 所以织母地方碗就用它 如果生用的话 它可以泄火这样子 织母能清热泄火 而不是大寒大苦的药物 因此是中医临床上 很被应用广泛的一味药物 在临床上面 织母它可以用在治疗肺热咳嗽的方面 但是这个肺热它不是属于感冒初起 它所造成的风热咳嗽 而是比较偏向你久病之后 它造成的一些陰虚咳嗽的一个症状 因为中医来讲肺它是属于胶脏 胶脏它比较喜欢润而不喜欢燥 那刚好织母它是具有清热的效果 它又可以润燥 所以中医上面常常把织母拿来治疗 感冒后期人比较偏向阴虚的一个肺热咳嗽 另外织母它也可以用在我们在过时油腻之后造成的肠胃热的一个部分 织母它是具有清热的一个效果 它可以解除这些油腻造成的肠胃不适的症状 织母虽然好用 但并非人人皆适宜 使用时还是应该遵守禁忌 织母它是一个润燥的一个药物 所以在感冒的初期 你有一些胃寒发热 或者是说咽喉这边疼痛 还有白痰的状况 我们会不建议服用 因为感冒初期服用 它可能会让你的病情往越来越糟的状况下前进 它可能会让你的痰会变得更多 让你的身体觉得更不适 现代人常常有阴虚火旺的问题 因此常常会出现失眠 心悸 头晕 心烦等症状 我们今天呢 就要为大家介绍一款茶饮 我们用清热泄火的织母 以及养阴润造的百合 利用这两味药的特性 可以改善刚刚上述的那些症状 我们现在呢 就要为大家来示范 怎么煮这道茶饮喔 我们先准备一壶600cc的滚水 那我们将壶盖打开 然后加入15克的织母 然后再加入20克的百合 那我们盖上壶盖 让它小火滚15分钟 这样就完成了 百合织母茶具有清新润肺养阴除烦的功能 非常适合生活压力大的现代人 大家有空的时候不妨可以试试看喔 今天的看中医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